15款适合糖尿病的蔬菜 转发出去给更多的知道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八大水果有效帮助降血糖了 今天再来和大家分享15款适合糖尿病的蔬菜 记得转发给身边的家朋友哦 1.南瓜 南瓜含有大量的果胶 当南瓜与淀粉类食物同时时 会提高味内容物的黏度 延缓味的排空 果胶在肠道内充分吸水后形成一种凝胶状物质 可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 降低餐后血糖 注意 每次食用量不要太多 因为南瓜中也含有碳水化合物 如果不加控制也会因总热量超标而引起血糖升高 南瓜性温 多时容易上祸 因此 阳盛体质者不宜多时 不要食用放置过久的南瓜 2.菠菜 性胃肝寒 只可润燥 龟肺 胃精 具有润燥清热 下气吊中 吊血之功效 适用于胸隔闷满 晚复比赛型糖尿病 菠菜 菠菜含草酸较多 与含钙丰富的食物共烹 容易形成草酸钙 不利于体吸收 对肠胃也有不利影响 烹调食应加以注意 是辅助治疗糖尿病口可吸引的最佳蔬菜 3.小扁豆 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素 具有酱糖 酱甘油三脂和有害胆固醇的作用 用小扁豆30-50克主食 每天一次 对糖尿病和病血之异常者有良效 4.芹菜 性凉 胃肝心 无毒 入肺 胃 肝精 是高纤维食物 它经常内消化作用产生一种木质素 或肠内质的物质 这类物质是一种抗氧化剂 常吃芹菜 尤其是吃芹菜叶 对预防高血压 动脉硬化等都十分有益 并有辅助治疗作用 芹菜性凉直滑 固皮胃虚寒 长滑不顾者食之一肾 5.洋葱 洋葱具有降低血脂 降低血液粘稠度 改善动脉周样硬化的作用 经常食用可预防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发症的发生 此外 洋葱能降低体外周血管阻力 降低血压 并能增加肾血流量和尿量 促进钠钾排泄 这对预防糖尿病的肾脏病发症大有帮助 食用提示 急性传染病者不宜食用 清光眼 白内障患者不宜多食 为了避免营养物质的破坏 炒食时不宜加热时间过久 6.苦瓜 苦瓜中所含的苦瓜灶带 可刺激胰岛素释放 有非常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食用提示 慢性肠炎患者不宜多食 食用食移集火快炒 不宜长时间的炖煮 7.黄瓜 性胃干凉 甘甜爽脆 具有除热止渴的作用 黄瓜中所含的饼唇二酸 能抑制体内糖类物质转变为脂肪 肥胖型糖尿病患者和并有高血压者 每天食黄瓜100克 大有益处 糖尿病饮食 8.胃肝 性寒 龟心 皮 胃筋 生用具有清热解渴 凉血止血 散淤行酒致功效 熟用具有健脾养胃 滋阴不屑 生肌止血致功效 适用于多饮人 凡可不止 饥饿 形体消瘦型糖尿病 肩有吐血 虑血及热灵者 油胃适宜 酒 来福 萝卜 萝卜 肝 性温 龟肺 胃精 具有消肌质 化痰热 下气 宽中 解毒致功效 适用于食肌胀满型糖尿病 食 韭菜 胃心 性温 乳肝 胃 肾 精 具有理中 行气 散血 解毒致功效 适用于高血脂 观心病 糖尿病患者 十一 山药 能有效改善高血糖 山药中的年华成分也是由黏蛋白形成的 黏蛋白能包裹肠内的其他食物 使糖分被缓慢的吸收 这一作用能抑制饭后血糖急剧上升 使血糖得到较好掉控 十二 银耳 性胃肝贫 具有滋因吊造 生精养胃的作用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被门誉为郡中明珠 银耳热能较低 又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 糖尿病患者时之有延缓血糖上升的作用 十三 番茄 胳肝 酸 幸凉 味凝 溢 能清热止 H 养音 凉血 硅甘 胃 肺晶 Hé 具有生精止渴 煙胃消食 清热 解毒 凉血 瓶肝 不血 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 降值降压 intuition 其m Tae C. 卢丁、番茄红素及果酸,可降低血胆固醇,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及关心病。 另含有大量的甲及碱性矿物质,能促进血中纳盐的排出,有降压、利尿、消肿作用、对高血压、肾脏病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降低血压经常发生牙龈出血或皮下出血的患者,吃番茄有助于改善症状。 适宜于热性病发热、口渴、食欲不振、习惯性牙龈出血、贫血、头晕、心悸、高血压、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肾炎、夜盲症和近视炎者食用。 住,急性肾炎、俊力及溃疡活动其病不宜食用。 十四,蜗聚,含有较丰富的烟酸,烟酸是胰岛素激活剂,经常食用对防治糖尿病有所帮助。 蜗聚可刺激胃肠蠕动,对糖尿病引起的胃轻瘫以及便秘有辅助治疗作用。 蜗聚中所含的钾离子是钠离子的27倍,可促进排尿,降低血压。 食用提示,为了避免大量水溶性维生素的丢失,要先洗后切,蜗聚液营养价值比精高, 因精液同时,为了避免破坏蜗聚中所含的抗坏血酸成分,不宜用同质器敏存放或者烹调蜗聚。 十五,玉米,玉米既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的主食来食用,也可以当作蔬菜类进行烹饪。 玉米有调和身体,开胃,通便利尿,降糖,降血质的效果。 对于有慢性胃炎,尿路结石,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的患者来说具有很不错的食用价值,不仅如此, 对羽翼腐肿的患者来说,多吃玉米还能解决腐肿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